由於Omicro感染病例增加,不及多個地區進行大規模的檢測,投資者擔心不怕是否追回採取嚴厲的防疫管控措施,加上上海疫情仍然嚴峻。 投資者對第二季季度中國經濟增長感到優良,此外匯豐公佈季度即後明顯下跌, 再加上美股作品大幅下創,受傷率,諸多不利因素影響,預計港股今日再度受難。 港股通週二錄得9000萬港元的淨流入,其中美團再次錄得最多的淨流入,而現行和中國電線淨流出了交稿。 另一方面,雖然匯豐整體季度業績或預期,但其CT1VCT1比率未留下低於目標水平, 匯豐短期或不回啟動新一輪股票回購。 就問於香港和營業市場,股價金大幅下跌,短期走勢卷弱,此外匯豐香港熱望首季營利大幅下滑, 而恆新銀行將無股季度股息由去年1.1港元下調至二時0.7港元, 預計本地銀行股份緊張售額。 個股收價方面,中電信。 對於產業數字法仍處於投資階段,現階段盈利能力下低, 對著行業數字法佔營收比數轉一步提升, 中國電信二必達利潤率可能會轉一步下降。 然而產業數字法仍將處於高層增長階段, 即使中國電信未能收容。 驅動力,中國電信2022年全年正利益有否實現相關數字增長, 預期使用率為8倍,股息率8%。 中電信前估值,具有吸引力,建議買入,目標價3.5%,至價2.5%. 上述海基分析員為證監會持牌人士, 提訴海基證券亞洲有限公司從事相關授規股活動, 其及或其有聯繫人士並沒有擁有上述有關建議股份, 發行人及或新上市申請人資財務權益。